大家可能看到 电影里面什么爆破场面 什么钢筋 什么刺进去 就像刚成医师讲 那个钢筋从车子前面插过来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 就是他在工地工作 有一天天下雨的时候 地上可能比较湿滑 他在音架里面 就不小心滑倒 就滑倒就滑到音架的外面 掉到另外一个平台 还没有完工的平台 平台上面有钢筋 因为工地的钢筋 然后那个时候 他刚好可能就有一些 不是直接这样 他刚好有点弯曲的动作下 支持一下 结果就从他的屁股做吞 一路插到肚子 插到胸腔再从背后出来 那整个这样穿过去 原本当时工地跟腰九 看到整个傻眼 只能说先把钢筋剪断 剪断以后就赶快送到 就说送到医院来 那我们之后在开刀房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启动 所谓的创伤小组 创马厅 什么心脏外科 胸疆外科 整形外科 骨科 消化外科 一般外科 全部都到急诊室身板 就一看到这场面 大家都说 这个怎么 而且钢筋是蛮粗的 很粗的钢筋 那时候大家就想说 到底要从哪一边先拔 还好了 生命迹象算是稳定的 没有什么大出血 真的假的 避开内脏 他就没有戳到内脏 应该还是有内脏 但是没有戳到 大血管跟心脏 所以他的血压 虽然是有点点 不是就有点飙高 但是其实还算稳定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赶快送到开刀房 然后送到开刀房以后 还请消防队把油压剪借我们 因为我们要评估 要从屁股这边先剪断 让它短一点点 然后再把它慢慢 一个一个抽出来 要抽出来 抽到里面器官要缝缝缝 对 背后这样拔出来的时候 屁股这边开始在流血了 所以我们大概先赶快先 我们跟骨科先进去 化开上口先找血管 先用止血钳先夹住 因为不是大血管 所以就开始慢慢先夹起来 确定他的脚部的血管是OK的 再开始慢慢从腹部 背部这样一路拉出来 是 这情绪耶 还活着 后来这边人顺利出院了 所以看我们这个单元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尾伤 无论你在开车做事情 或者你在闪神 闪神 闪神都要注意 来 我们看看讨论第二个方法 出乎意料 吃这些东西竟然会出事了 是 吃什么会出事了 很多东西如果有毒 你知道了就算了 可是很多东西怕你那个 不知道它的毒 我那时候在当总医师的时候 急诊是一个急会诊 他说有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 他本来是一个糖尿病 那糖尿病久了之后 大家知道那个眼睛会不好 那他平常很喜欢钓鱼 那他的那个鱼友就跟他讲说 视力不好要 鱼胆你知道吗 他那一天他有钓鱼 钓到两只那个草鱼 那草鱼回去他晚餐就把他 宰来吃 就看到有一颗绿绿的 他觉得那应该是草鱼 他抓的是大草鱼 还蛮大一只的 那就把他水冲一冲 就整个就吞下去 一般是吃蛇胆才这样吃 对 松柏人喜欢吃蛇胆 吃鱼胆 他吃到鱼胆 可是他当天晚上一直想吐 一直想吐 一直睡不好 他觉得应该是那个鱼胆的关系 他在继续忍 可是到第二天不大对劲 那整个人开始变黄 他还是继续忍着 其实到第三天这里忍不住 因为整个开始呕吐 肚子痛 整个黄胆跑出来 那就送到那个急诊室 那急诊室一看 他那个肝指数 正常大概40嘛 GOT GPD 才三天的时间已经到3000多 然后他的肾脏 有一个基酸肝 正常是1.3以内 他已经12.4了 他等于在三天里面 肝脏衰竭 肾脏衰竭 那个很恐怖 后来当然就紧急 就收到加护病房 靠一些洗血 就把一些血浆置换 然后一边洗肾 然后一天洗肾 一边做那个血浆置换 才救回一命 为什么胆 草与胆里面有一些 那些是一个毒性的一些物质 以前情报员这个胶囊 对 自杀都反而咬破 刚发现像青酸甲 就是一个咬破 那叫青酸甲 那他们后来发现 你把它煮熟之后 其实那个毒素就还好 所以不要生吞 中国他们统计在1964年 到1999年 总共有400多例 就生吞这种鱼胆 后来死了83个人 死亡率大概18% 所以这个大家就说 千万不要去生吞那些鱼胆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吃海胆就好 不要吃鱼胆 像我自己是因为我以前 有习惯性憋尿 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尿到眼 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开了抗生素 给我吃 那我回去吃的时候 就全身起红疹 然后很痒很痒 那因为我本来就很容易过敏 我就有猜到说 应该是对抗生素 那个药过敏 我觉得生完小孩之后 体质好像有改变 就更容易过敏 因为像我之前就是 怀孕前就是有习惯 在吃蔓越美丁保养 可是我生完小孩之后 吃同样厂牌 同样的蔓越美丁 就会也是一样 体质变 对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他需要去查 你到底真的对什么东西过敏 就是我现在吃一个蛋糕 然后我走出去被车子撞 蛋糕害我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这样想 因为你说你是 也没错 你不吃那个蛋糕 你就听着要走 你就不会出门 你就不会被撞 这个过敏没关系 是时间点 蛋糕坏 时间点 所以过敏是吃到摸到吸到 所以大家最喜欢怪的是 我上一次吃的药 但未必是 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你这样常常有过敏的症状 我会建议你去查 会对你会比较好 因为也许你错怪了这些药 未来你需要用这些药 因为你有这样的记录 很多医生就不敢用 反而会害到你 去那个 风湿免疫科 因为我刚验完 我一直摆一种 对 对 没错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验哪一科 才能告诉大家 叫风湿免疫科 可以验在一百层左右的过敏源 对 但验完以后你就觉得 我什么都不能吃 没有 很多年前 多过某个时期 就秋天呢 那一个礼拜 每次到了那五点多 开始吃个便当 就全部就肿起来的 那个时期很奇怪 便当 后来我听说 兰新美也会这样 我就觉得奇怪 后来介绍一家医院 一诊所去看 打一针就好 可是到第二年她又来了 后来她就说 你去 大概我讲这个是八 七 八年前 我就到台大去验学 你验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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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报告 你验完学 你验完学 要看报告 那我们再问一下 你验完那个病就好了吗 没有 因为验完她 没就怕医生嘛 你知道吗 那医生她也没办过啦 没有 这样 是一个新的治疗方法 你这个心理重要的 对 我的意思说 要去验 要是 那你验完学 知道你哪些过敏吗 有 知道 其实我只对一个很少出现的 沉满过敏 但我意外验出 原来我有修格兰师症 上次来节目有聊到 就是我有干燥症 两个次从过敏验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我有干燥症 会怎么样 我会被 一般人为了要身体健康 要进补嘛 增加抗体嘛 但我的抗体会错乱 我会攻击我自己 会先从我的拓现跟泪线先攻击 所以这也是因为验 也是某种过敏 后来才知道 我不能吃什么人生当归 因为我抗体越多 我被攻击得越惨 是西医跟我讲的 所以你是去吃麵就对了 对啦 你不能吃太好 我就吃 对 较烧的东西就好了 煮茶蛋饭 只能吃苦 所以就是要去验 不要自己猜 我之前也遇过有一个15岁的孩子 他来看病的时候 我们真的吓了一跳 全身都是水泡 而且有些地方感觉上就是水泡已经破掉了 然后有些地方就是好像轻轻一摸 虽然没有水泡 可是他的皮肤跟下面的肉 好像轻轻一摸 就会被推开 他在两天前 他去看牙齿 结果医生就开了 消炎止痛药加上抗生素给他吃 隔天早上起来 舌头肿起来 嘴唇开始觉得麻麻的 然后肿起来 然后会因部的地方也肿起来 那爸爸妈妈帮忙想 因为这才15岁 也觉得应该是 然后医生一听到就说 好好好 你不要吃了 休息个几天应该会恢复 结果在那几个小时之内 其他地方也开始全身都起疹子 那妈妈上网查了一个名词说 这是不是那个死地分强生症候群 我们跟他评估了一下 全身的体表面积 他那个看起来像烧烫伤的面积 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个叫做 毒性表皮溶解症 哪个 溶解 毒性表皮溶解症 这个疾病跟死地分强生症候群 是程度的差别而已 但是他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们就让他住那个烧烫商 加护病房 把他当作烧烫商来照顾 结果他肝衰竭 肾衰竭 然后败血性休克 因为全身性的感染 后来没有救回来 这么严重 我们在猜测应该不是那个抗生素 应该是那颗消炎止痛药 现在在台湾认为 史地分强生可能跟某些基因有关系 可以去检测基因 再来真的吃消炎止痛药 会出现到史地分强生 或者说毒性表皮溶解症的人不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了 某一个种类的止痛药会有影响 就跟医生讲 从此之后那个种类药就不要吃了 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刚好 因为我本身诊型外科 所以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 从急诊室转上来的case 就是类似吃了药物过敏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男性 他吃了止痛药 因为他长期工作压力很大 头很痛 所以他就去药房买了这个 ibiprofen的止痛药 那吃了以后 也像刚刚慕容医师讲的这样子 他后来就开始慢慢起红疹 那一开始是眼睛痛 然后嘴巴麻 嘴巴刺 后来整个嘴巴都开始亏烂 那一般来讲 像刚刚这个毒性皮肤坏死的 这种症状 他大概超过体表面积30% 那但是史蒂芬强生的话 大概在10% 那像这个安理来讲 他到时 当时来的时候 大概就是差不多10%左右的 体表面积都是水泡 所以就到了加湖病房 我们帮他先做烧伤的评估 因为他那个水泡就像烧伤一样 很多这种状况 如果说没有控制好 他的面积越来越大 可能就变成 所谓的毒性皮肤坏死 冬结症 那台湾来讲 大概跟国外的文献来比 他的比例就比较高 一般来讲 大概百万分之三到五 但是台湾的话 大概在8到10之间 所以我们在烧伤中心 还蛮常遇到这种状况 国内目前来讲 我们的卫福部 大概也有所谓的药害救济 可以提供一个 这个治疗上的一个补助 对 这个验得出来吗 这个是 真的是要看运气 如果你验不出来 那些人一定要犯疑疾病 他一定要经过那个发病 才知道这个不能 对 因为他物实的东西 因为这个验不出来 像有所谓基因检测 所以万一很不幸 比如说爸爸有这样子 那你小孩你就可以考虑 不要等发作再弄 你就小孩你就可以先去验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 看来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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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